其實我剛才已經訂婚了 其實我剛才已經訂婚了 文綺你知道嗎 嗯 出消息 我沒有宣布我剛才訂婚了 是喔 我送了一個兩克拉的贈勸 兩克拉 兩克拉 余香泉訂婚柔柔 計劃做雙胞胎 莉亞萍出動兩克拉傳家寶超閃 頭髮 頂之外 頂之外 余香泉 恭喜余香泉掌門人 跟晚交五年的柔柔頂婚啦 38歲的余香泉 二號突然在何篤林的直播官宣 以兩克拉賺戒 也套了小12歲的拳外女友柔柔 余香泉的粉絲們好 這柔柔 這是柔柔 大家好 余香泉的女朋友 他這女生很好喔 很棒 很棒 其實我剛才已經訂婚了 其實我剛才已經訂婚了 余香泉你知道嗎 嗯 出消息 我沒有宣布我剛才訂婚了 是喔 我送了一個兩克拉的贈勸 兩克拉 欸 可不可以請你不要 用堵林哥的直播來公布你的喜訊 哈哈哈哈 是因為我姐 我不能這樣 不信 兩克拉 據了解柔柔收到的鑽戒 是李亞萍姥姥傳承散來 意義非凡 兩週前李亞萍把柔柔 繳進房裡 把鑽戒給了她 希望她和余香泉開始籌備結婚 當天爺在家的余天大哥 聽了還興奮的說 真的要結婚了嗎 余香泉受訪失效說 已經準備好求婚儀式 打算在國外舉行 而且本來是自己要拿鑽戒給柔柔 沒想到被媽媽搶新一步 不過最近解封 應該會去國外再給她 需要從家裡面那個事情慢慢要走出來 當然 所以好事也不要耽誤 對 我們先訂婚 對 那照 雖然我是基督教的 可是照照 按照那個來講 我們是不是不能這樣 對不對 大家看祥泉才真的像看直播一樣 所有的觀眾都會看著她都長大了 祥泉要成熟懂事一點 加油了 她其實本質就是一個非常善良的孩子 太善良了就有點傻傻的 但是你看這次家裡面的事情 她家裡的獨子 你就發現她其實真的是一個超級大門 不過呢 因為余恩期今年8月病逝 按照習俗余香泉跟柔柔 一年後才能登記辦婚禮 因此最快也要等到明年8月之後 才會有進一步的喜訊 到時候勒 婚禮會有兩場 因為柔柔想在海邊辦Party 另外一場則是給爸媽見證的婚禮 至於柔柔肚子裡是不是有Baby了 余香泉表示還沒有 正在考慮做人工受孕或試管嬰兒 希望一次有雙胞胎 以男一女 柔柔也辛苦啦 一路陪著祥泉 對 那我在這邊跟柔柔說感謝 謝謝 謝謝我們 閒內住 好嗎 未婚妻 人都未婚妻 好開心走啦 哈囉 大家好我是何皓晨 哈囉 大家好我是李柏亦 哈囉 大家好我是國書瑤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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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覺得 庶女座跟水瓶座 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啦 快了 哈哈 快聽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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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